这个视频,咱们来说一说沈从文的代表作《编程》 湘西边境有一个叫茶洞的小山城 城边一条溪水,清澈见底 一条洞船运送着打算进城的人 管船是位老人 他的孙女便是故事的主人公翠翠 翠翠十分美丽 吸引了天宝、罗颂这对兄弟的爱慕 俩兄弟等相约唱歌向翠翠求婚 不过各个天宝发现了翠翠对罗颂的情谊 选择了成全弟弟独自卖出床摊 不幸遇到意外死亡了 罗颂知道这件事后 觉得哥哥全因为自己而遇难 十分难过 无法再向翠翠求婚 竟也离开了家乡 罗颂的出走让翠翠非常难过 不凑巧的是 爷爷也在这个时候去世了 翠翠现在可算是无依无靠 带着些凄凉了 不过翠翠并没有一直消沉下去 他接地了老船夫的工作 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 整部小说都笼罩着一种美 景色是溪水清澈 山路蜿蜒 翠翠是有着毛子清明 如水晶一般漂亮的姑娘 就连翠翠想到死亡 这么可怕的事情 都是通过美丽的夕阳 落日向上游翠翠家中 那一方落去 黄昏把和面装饰成一层博物 翠翠望到这个景致 忽然想起了一个怕人的想法 他想 假如爷爷死了呢 夕阳的余灰 洒在西面 染上一层淡淡的金黄 真是一副甜淡的乡村小景了 这个时候 即使提到死亡这件可怕的事情 因着美景的烘托 与夕阳的象征 少了一分阴郁 编程便也充满了象征性 小说有着景美 人美 还有一份语言营造的甜淡的美 然而更美的是作品体现出来 编程人 淳朴的人性美 比如小说刚一开始 沈从文提到山城渡口 有人渡船时 爷爷总是不忘提醒旅客 慢点慢点 最有意思的是 这船是公家的 旅客可以免费乘坐 可是旅客们 看到驾船劳作的 翠翠爷爷 总是心中不安 竟抓了一把钱 支到船板上 而爷爷呢 必定一一拾起 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 这钱爷爷说什么也不要 时心时意的塞回给游客 可不是假装推脱 编程里船夫和旅客 赶着给钱 又赶着不要钱的这一幕 我们现在读起来 真是倍感温暖和向往了 你看现在的公交车上 总有人一带着机会 就不刷卡不买票 这和编程里的人 真是天壤之别啊 编程这部小说 满满的浸透着 沈从文对家乡 对人性美的赞美呢 编程的美就写写到这儿了 赶快去做题 抢禁闭吧